这么快就突破,你才修炼三万余年,完全能在商务境界多修炼数十万年吧。 后爵主宰微微皱眉,在凡俗生命阶段多修炼,你到十一突破,或许就是君主巅峰实力了。 他刚才说百万年,就是阴暗常理,上仙们大多会停留数十万年。 向羽域天路结束后,许多最强天才决定跨入君主层次,是因他们大多已修炼数十万年,已接近百万年寿元大县。 而吴渊不同,他才修炼三万余年,距百万年大县还远得很。 不必,吴渊摇头,吴渊决心突破,原因有三,一是时空道主当年之言,不必在凡俗阶段久留。 二,在融合原处印记,蜕变为大道肢体后,吴渊即使突破为星君,参悟大道也基本不受影响。 所谓化道,通常只有大道影响其他道的份。 三,若不突破为星君,吴渊炼体本尊实力不够,没足够把握闯荡生命之井。 生命之井,来自不久前黑塔一变石的指引,必须去。 你虽参悟大道达到一层次,导致感悟媲美君主,但还为悟透任何上位法则,一旦成星君,再想突破只会更难。 后觉主宰昼眉道,何必急于一时? 欲成君主,必须悟透某一条上位法则。 我明白,但我突破,有我的理由。 吴渊道,前往生命之井,就是为尽快悟透生命法则。 见吴渊态度间,后觉主宰微微皱眉,旋即四想到了什么,舒缓眉头叹道,行,你自己决定即可。 他虽不理解吴渊的决定,但不妨碍他同意。 因为,鸾江祖屋曾传讯给他,放任吴渊修炼,可以建议,可若意见冲突,尊重吴渊的决定。 也对,能短短数万年,夺取圣号天骄。 后觉主宰暗道,吴渊想尽快突破,恐怕有他自己的考虑。 吴渊? 后觉主宰看向吴渊,等回到圣地,为了开辟圣地总部中的居所。 到时,你想久居圣地总部,或是回清灵大界,都随你。 谢主宰 吴渊点头,他心中也略松了口气。 若后觉主宰一心追问,他还真不好解释。 屋庭镜,苍峰卫面,这座卫面只是屋庭镜中不起眼的一座卫面,却汇聚于苍峰屋界的大量顶尖强者。 今日,尘峰已久的君主神殿,于无声无息中开启。 呼! 一道黑袍身影凭空出现,他的目光落在远处的辉红宫殿,这就是君主殿。 唯有苍峰屋界的君主强者,才有资格来到这里。 吴渊,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正当吴渊略有些出神时,吴渊,忽然一道声音响起,紧跟着一道身穿兽皮的身影出现,他的气息雄浑。 师尊,吴渊闻声,眼眸中闪过一丝喜色,连转身惊喜道。 来者,赫然是夸施君主。 徒儿,拜见师尊,吴渊连恭敬行礼,一丝不苟,不必多礼。 夸施师尊连抬手道,却硬是没抬起吴渊。 他们直击一样,权限相同,在吴婷静拥有的力量相当。 吴渊恭恭敬敬,行了完整的礼。 夸施君主虽阻拦吴渊行礼,但当吴渊真行了完整大礼,他的脸上也不由露出了笑容。 论地位,现在的吴渊已然在他之上,但依旧如过去般,如此尊师重道。 自然令夸施君主心中喜悦。 这也是许多强者收徒,手中心性的缘故,若是收了个叛世乱祖之徒,天赋再高又如何? 一别万年,的确不同了。 夸施君主由衷感慨道,他察觉到吴渊气质由内而外的惊人变化。 都是师尊叫得好。 吴渊微笑道,哈哈,别点为师脸上贴金。 夸施师尊已笑开了花,行,随为师进去吧,其他五位君主应该都到了。 嗯,吴渊轻轻点头,别担心。 夸施君主笑道,圣地的命令虽有些突兀,但污界君主没有谁会反对的,你放宽心。 随为师来。 搜,搜。 吴渊跟随夸施君主,飞入了君主殿中,店内的确已有五道身影,各个气息浩瀚雄魂。 吴渊只认识两位,苍锋君主,紫阳君主。 另外三位。 很陌生。 吴渊来了。 夸施和吴渊来了。 店内五道身影,立刻纷纷转头看来,他们脸上都带着笑容。 店内一共七尊王座,颜色都相同,悬于虚空,但其中两尊王座,明显更大些。 吴渊,你来坐我这里。 苍锋君主指着他一旁的王座道,苍锋君主所坐的,和他所指的,便是两尊较大的王座了。 这儿。 吴渊迟疑了下,坐上去吧。 夸施君主微笑道,别在意,我们是师徒,但不影响我们在乌亭中的地位高低。 夸施君主直接坐到了其中一尊王座,见此情形,吴渊也只好坐上了那一尊大型王座。 至此,七尊王座上,进阶有主,整个君主神殿隐隐震荡,散发出无形波动。 很久没有所有君主汇聚一堂了。 苍锋君主目光扫过其他君主身影,笑道,今日,玄虹,北光都来了。 召开君主会议,原因也很简单,我苍锋巫界多了一位君主级数存在,吴渊。 苍锋君主看向吴渊道,其他人都看向了吴渊。 吴渊,我同你介绍,这位是孤优君主,常驻我巫界的四大君主之一。 苍锋君主指着其中一尊王座上,那位面容枯搞的男子道。 吴渊,孤优君主声音沙哑,露出一丝圣人的笑容。 孤优君主,吴渊点头。 苍锋巫界六大君主,如今来看,常驻的便是苍锋君主,紫阳君主,夸齿君主,孤优君主。 这位是玄虹君主,这位是北光君主,他们都长期在圣地总部进修。 苍锋君主介绍道,玄虹君主,身穿道袍,面容俊朗,显得颇为洒脱,脸上更是一只笑容。 北光君主,身穿一身白袍,气质超凡脱臣,别有一番豪情。 吴渊和这两位君主彼此对视,都相互拱手行礼。 算是认识了,论实力,吴渊是我们气味中垫底的,他甚至都还没有君主实力,还只是繁俗生命。 夸齿君主缓缓道,但论道之感悟,他已不弱,乃是最强天才。 至于论潜力,他更是最强,未来几乎注定成主宰,这是我苍锋巫界前所未有的机会。 孤优君主,玄红君主,他们都不由看向吴渊,眼神中都带有一丝艳线。 他们都只是普通君主,距主宰层次太远了。 一旦吴渊强大,未来覆灭雷雨神殿,是轻而易举的。 孤优君主微笑道,吴渊成为巫界领袖,是因有之意。 玄红君主道,相信吴渊。 紫阳君主微笑道,未来一桶大界,将是巫界亿万生灵之福音。 以为为君主开口,没有不满,没有质疑。 这些巫界君主只有无尽期待。 像玄红君主,北光君主,他们虽常年待在圣地总部, 但不代表他们脱离巫界,更多是为了修行。 无冤,苍锋君主看向无冤,污界资源有限,还受圣地管辖, 我们纵然是君主,也不能随意取拿。 但是,在我们能力范围内,会尽全力帮助你。 刚才,我们几位已商议过,供调取了约十二件上品道器的资源, 当然,都是指最普通那类上品道器。 苍锋君主道,已将相应乌宫,进阶化入了你名下, 你可在圣地中换取相应的修炼资源。 其他几位君主,都不由点点头。 价值十二件上品道器的乌宫, 无缘都不由微精,心面一动,立刻查看起来。 果然,发现收到了一笔数额颇为庞大的乌宫。 这,无缘忍不住道,诸位君主, 武功不受禄,这些宝物我受之有愧。 十二件上品道器, 总价值恐怕都不及先天领宝一星半点, 但意义不同。 苍锋屋界的君主们,除苍锋君主外, 其他的都只是普通君主, 实力有限,拥有的资源宝物也有限。 能一口气拿出十二件上品道器, 已无比惊人了。 无缘,拿着吧。 夸持君主呼道, 这是诸位君主的一份心意, 别的我们也难帮到你。 对,无缘。 紫阳君主同样微笑道, 乌界,能诞生你这样的绝世妖灭, 某种意义上, 是我们这些君主的幸运。 这些宝物放在我们手上, 最多让实力提升一点点, 却根本灭不掉雷雨神殿。 顾佑君主轻声道, 对你,意义不同, 你如今成长迅猛, 正是需要各类资源时。 几位君主接连开口, 令无缘无法拒绝, 况且, 她也的确要更多修炼资源。 轮回见到运, 未能惊人, 但若要成长起来, 的确是个无底洞。 好, 那我便不再推辞, 谢过诸位君主了。 无缘深吸口气, 郑重道, 我也向诸位君主承诺, 未来, 并会尽全力灭掉雷雨神殿。 亿万年岁月, 两大势力积累了太多仇恨, 向这些君主, 不知多少弟子, 死在了雷雨神殿手上。 向无缘, 同样遭受过袭杀。 就算没有对诬戒君主们的承诺, 无缘未来, 也会倾尽全力, 以求灭掉雷雨神殿。 时间流逝, 众多君主又商议了些污界内部事务, 例如资源调配, 天才培养等等。 无缘只是旁听, 未提过什么意见。 终于, 会议结束, 几位君主相继离开, 跨斥君主则和无缘一同离开了君主殿。 何时回来? 跨斥君主问道,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我原生偶尔会回来, 但大部分时间, 本尊应该都会在圣地总部修行, 那里安全些。 无缘道, 虽然后图祖屋承诺, 至高之上, 绝不会有人触手对付无缘, 但至高之下呢? 若无缘待在仓风屋界, 而仙庭派遣一群主宰忽然袭杀过来, 是有可能将无缘击杀的。 以无缘显露出的潜力, 完全值得仙庭如此做, 无缘自然要小心些。 嗯, 也好, 跨斥君主点头, 圣地核心, 的确安全得多, 就算一群主宰联手都无法直接威胁到你。 对了, 你长期不在大界, 按理要画归些星君到你会下, 跨斥君主道, 可有什么中意人选? 星君? 无缘微微一愣, 摇头。 自己当年认识的星君就不多, 哪里有什么中意的人选? 哈哈, 无妨, 我想到将谁调遣到你会下了。 跨斥君主微笑道, 不久后, 仓风屋境内, 在无缘那一方新开辟的君主级卫面内, 每位乌界君主都有一座单独卫面, 权限极高, 各自代表着乌界的一大派系。 如今, 无缘同样拥有了一座卫面。 忽然, 瘟一道身穿黑色战铠的魁梧身影凭空出现, 他俯瞰着下方浩瀚世界, 屹立的一座座刚建立的宫殿, 连护卫都还未来得及调遣。 君主, 乌界的新晋君主级强者, 乌界未来的领袖, 后取新君暗自嘀咕, 到底是谁? 夸斥君主竟然还不告诉我。 正当他有些迟疑时, 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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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道道身影凭空出现, 足足近百道身影。 他们各个气息不凡, 有好几位甚至不亚于后取新君, 明显都是新君巅峰强者。 后取, 你来了? 龙碑, 你也来了? 近百位新君立刻彼此交流起来, 他们显然都是被瞬间挪移过来的, 也都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走吧, 乌界命令我们, 前来听从新晋君主之命令。 后取新君低沉道, 这也是机会, 一位新晋君主, 麾下肯定没什么新君, 我们应该是第一批投靠的。 嗯, 若是能得到君主看重, 便是大好事。 龙碑新君也道, 这里的近百位新君, 隐隐以他们两人为首。 苍缝乌界的新君数量也不少, 每位新君都会隶属于某位君主。 只是, 新君数量太多, 君主根本顾不过来, 大多都是放任自留。 但若是新晋君主就不同了。 作为第一批臣子, 他们很容易得到君主信任, 真正能够以君主为靠山。 至少, 若一位普通新君能得到随时求见君主的机会, 那么, 其他新君巅峰强者, 都是不愿去招惹的。 况且, 来到这里的近百位新君, 除后取新君等极少数, 大多都是之前不受君主重视的。 走, 去神殿境界, 快! 近百位新君, 立刻有序地飞入了远处的灰红神殿。 神殿内, 一道宏大浩瀚的威压弥散开, 神殿尽头王座上, 坐着一道黑袍身影。 这些新君一进入, 便立刻有所感知了。 拜见君主! 近百位新君, 进阶恭敬行礼, 他们根本不敢抬头。 唯有后取新君, 他眼眸中闪过一丝诧异, 因为他感觉到王座上的身影, 气息似乎有些熟悉。 难道是? 后取新君心中难以置信?